レオ聊世紀 天梯獨心 大家好 我是レオ 今天來看不列典人對上羅馬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世紀立國終於迎來改版 這次會新增三個文明 這三個文明是不能使用在天梯上的 跟羅馬人一樣是只能在飛旁榜 但是羅馬人是之後改成可以在天梯使用 當然他的數值跟能力都有所調整 那羅馬人他的改版也是大概過一兩個月還是幾個禮拜 才變成在天梯上可以使用的 那也希望這次DLC也可以在天梯使用 但是可能會有點難度 可能還是要大改一下 因為那些能力值有點碰轟了 跟之前的羅馬人一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比賽中的不列典人 不列典人的特色是吃的續養動物 吃的速度非常快速 他的弓兵的射程也是遊戲裡面射程最遠的弓兵文明 那奇兵路線稍微可惜了一點沒有品種 所以騎士部分只能稍微出一下 但是還有三級馬凱的關係 所以出肉馬也是很好反擊對方的戰毛兵 反擊自己的強弩或是強弓兵的 那不列典人的槍兵路線配上弓兵 是比較常見的一個不列典打法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T90 這邊選的是羅馬人 那T90很久沒有出現在我們頻道上了 他是一位非常非常厲害的世紀帝國2的Youtuber 很久以前就在玩世紀帝國的觀眾 應該都知道T90是誰 那他的分數現在落在2300、2400左右 那最近掉到2196分 我們儲稱2200 那這個分數也是非常非常高端的一個分數了 那最近比較少不知道他的比賽 我們來看一下這把他羅馬人會怎麼打 那羅馬人他的步兵鎧甲 每點一次會獲得雙倍效果 那騎兵路線的話還可以點下野戰軍 可以增加這個生產速度 甚至可以讓百夫長跟軍團兵 獲得一小段的蓄能傷害 所以羅馬人比較偏少於步棋作戰 再加上奴炮 那這次奴炮的改版呢 已經把這個彈道學給刪除掉了 所以羅馬人應該是在城堡時代也是可以獲得彈道學 現在是所有的奴炮都可以獲得彈道學的效果 這算是現在對於所有的文明來說改動比較大的東西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地圖部分目前看起來T90這裡的黃金 位置前面這個比較糟糕 那果子地方也比較難受一點 但這邊可以圍出來應該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右邊的話也是稍微圍一下 整體來說這張地圖對他來說是蠻友善的 甚至要直接圍死也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布列典這邊 布列典這邊的地形看起來兩個黃金都在正前方的位置 有點微妙都是很難控住的那種 那這兩塊金的位置 距離正是有夠近了走幾步就看到了 所以這場比賽呢也是誰先控到金誰就贏了 最近我們的頻道裡面常常出現這種基因都很靠近的情況 那現在T90點下了封建時代 布列典也是正常的18匹 升封建時代 18匹 兩位都18 那現在 唉唷這裡布列典走了棒棒開局喔 那由於布列典可以持這些訓養動物速度快的關係 所以走棒棒是很適合的 還有這個肉嘛 好在我們之前講起布列典的時候 說他很適合棒棒開局都沒有打 結果我也不講他適合棒棒開局 然後這個布列典就打棒棒開局了 有點尷尬 平常講的時候都沒打 不講的時候他就打 這就是世紀帝國的毒心術嗎 毒心晶片 還是那個世紀帝國的量子力學 當你不去觀測 觀測他的時候 他就不會有改變 當你一觀測他的時候 他就會出現 大概就是這種感覺了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到這個棒棒互敲 好棒棒互敲 現在是槍兵掐棒棒 但是這個棒棒要做到事情也是很困難的 好 布列典轉出了攻兵開局 棒棒轉攻 一個很標準的轉兵 好 那這邊有轉毛兵出來了 現在攻兵有被壓制住 布列典點下了一擊射 前置射箭場 這個前置射箭場要打贏 其實有點困難 這一村拿得下嗎 沒有辦法 好 T90這邊防守 防得很好 現在一隻村民都沒有死 反正是布列典的一隻攻兵率先被拿下 還有兩隻攻兵活著 這邊最重要的目標 還是要先把攻兵全拿下 那前置射箭場這個打法 其實蠻兇悍的 但是只要把致命圍起好 重量支援點給插了箭塔 基本上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因為你的毛病只要一直出 他是不可能控住你的箭塔的 OK 這邊繼續圍加 但是這裡圍有點危險 這一村可能會被拿下嗎 但村民還在繼續幫忙輸出 又再次逼退了對手的小弓 這一把布列典人用毛病打出了成盾的傷害 直接用毛病逼退了對手 布列典這邊被迫轉毛病 OK 羅馬人T90這邊守得非常好 一村都沒掉 這要是我來打 應該掉個一兩村有了 這就是頂尖高手 跟一般人的差別 那現在右邊 右邊就去騷擾 T90現在很努力的 再打掉這些毛病 好 這裡村民宿有14村 這個村 14村挖法木 但是木頭還是有點缺 先補個市集吧 這個市集很重要 那這次改版的市集的肉 也變得比較有價格了 可以看到現在價格可以賣 這個食物價格更多一點 也就是說呢 現在有肉類加成的文明 獲取黃金的拿遠 多了一個市場 那這個市場賣肉給的黃金夠多 也可以讓自己的黃金最大化 那這個就算 這個就算是資源掌控的部分了 好 那就是現在看到 羅馬人點下了城堡時代 那現在布列典人也準備點下 兩邊都是透過買賣的一波 好 T90 這裡存了一些肉 待會可以直接考慮轉騎士 或者是走這個寶兵路線 但寶兵路線只走的話 通常不是那麼的友善 好這座工兵想要過來騷擾 但是被毛兵抓了個正著 一攻一防 坦度十足 工兵繼續被追著打 布列典的工兵 現在完全被T90的毛兵 完全壓制住 所以待會布列典一上城堡時代 也沒有辦法轉工兵了 還是要直接挖石頭上長工兵呢 或是直接轉騎士 毛兵防守 都是布列典這邊開始思考的事情 但這邊應該是要3TC開農 會比較正常一點 羅馬人這邊呢 是升到城堡時代點下了二級伐木 這邊應該要開個TC 好應該就沒什麼問題了 好補一個TC OK 布列典果然是3TC 開農上去 好 那兵力的部分還沒有決定 先轉了一個生旅 出來撿生物 好 那現在羅馬人肉馬按了幾隻 是轉出騎士 好 估不起來是走騎士路線 好 騎士路線的話 打工兵路線是比較舒服一點 但是要點下二級馬凱 在成型之前還是要靠這個戰毛兵防守 攻兵會比較好 好 這裡囤了一隻攻兵 現在T90不知道這裡面到底有幾隻攻兵 但其實只有一隻而已 好 T90這邊點下了戰毛兵 現在升級二級射 先防守轉開農 但布列典這邊超狠 一上去就是4TC 直接農 完全沒有想跟你交流 反正你毛兵我就用 頭車搞定 或是奴炮 那升級 就可以去防守對方的騎士 那這個打法是非常非常偷經濟的打法 OK 那現在 炸毛兵 繼續控住這些區域 但是都沒有村民死傷 遊戲時間來到了26分鐘左右 這個刺青場終於被拿下 所以兩邊都沒有村民死傷 村民處甚至是一樣的 那布列典開了這麼多的城鎮中心 也就意味著城鎮中心的閒置 會很常會發生 所以可以看到這邊城鎮中心閒置來到了7分鐘 羅馬人這邊則是拉了一台投石車 開始在拆了 布列典馬上布列跟城堡在後面防守 毛病已經過來了 這波防守之後 布列典應該就可以轉長弓兵了嗎 好 直接上長弓兵 沒錯 二級色也點了 OK 二級色可以射到 投石車賺到了一台 但是T90並沒有直接大舉進攻 而是補剎第三TC也繼續跟對手對農 布列典這邊4TC真的是太偷了 太無情了 T90這邊損失一台投石車之後 稍微有點沒有辦法跟上城鎮中心的回血量 但不管怎麼打 這個TC要拿下應該還是偏困難的 來看一下這個投石車 直接拍投車 往前拍 預判成功 T90的投車被拿下了一台 第二台有機會嗎 沒有辦法 打了一個插邊球 拉個吹不過來補血 但這一發還是可以投 先投掉 投車 但是沒辦法 直接被長弓給點掉 最後布列典人的投石車獲得了很大的優勢 那羅馬人現在對於長弓兵的解法 除了戰矛之外 也可以考慮使用大量騎士 壓制過去就行了 那如果是要走騎士流的話 TC可能要再多開一點 現在只有3TC的話 經濟可能還是有點差 但是也可以先考慮3TC 先農到地龍時代 再補城鎮中心 再把經濟拉一點 先上帝王更安全 而且還可以先進攻這個城堡 好 布列典人 現在農田來下路22片田 羅馬人則30片田 那沒意外的話 羅馬人這邊還是要來速生帝王了 好 這裡要小心 投車 要被拿下了 這波投車 插個幾道 但後面村裡遭翔 直接被招了一個騎士 投車卻活了下來 T90這邊有點虧 什麼都沒斷掉 三隻騎士還被抓 這裡中午抓到了幾村 拿到了五隻村民的殺敵樹 再打個一下 一換一 也不是一換一喔 一換三彩隊 兩隻戰矛被打倒了 好 但藏鋒兵有射程上優勢 想要去秀投石車 但投石車 實在是 哎呀 這個聲音 好 騎士過來補刀 把殘血的投車給拿下了 T90這邊點下了彈道學 還有帝王時代 經濟也開始慢慢好轉了 好 這裡也補下了一根城堡 後面補了一個大學 帶回T90 帝王時代 沒意外的話 還是得走馬 那走奴炮路線行不行啊 其實奴炮路線的話 對於打長攻路線 還是有點被動的 奴炮雖然打工兵很好用 但是長攻有射程上的 守長優勢 所以其實是很難做到很好的主動權 那羅馬這邊除此之外 還可以選擇 考慮走大衝車路線 羅馬人是有大衝車的 而且有工程程師 這一種大衝車配戰毛騎士 可以有效推進喔 衝車坦在前面 騎士緊追在後 這也是也很適合羅馬的戰法 我們就來看一下T90會不會轉衝車 但這邊繼續轉的東西是 戰毛兵配騎士的路線 這把百夫掌應該是不會出現 所以我們就不用期待這個東西 因為精神兵 實在是很害怕工兵單位 好 帝王時代以上 不列電人轉出了三級色 化學跟輪軸技術 羅馬人則是點下了化學 跟三級的弓箭鎧甲 否則直接砸了一趴 死了一大堆的村民 哇 現在的聰明處突然被拉開了 170村對上98村 不列電為了點帝王選擇了斷村 但還好 時代並沒有落後太多 近期目前是有羅馬人 這邊暫時領先喔 看到現在兩邊的經濟喔 拉得非常非常的開啊 36.1對上28.9 這個資源量是有點浮誇啦 這就是羅馬人的後期喔 經濟異常的可怕 所有的村民都有5%的採集支援的效率 那喬治亞的話 還需要強化教堂的範圍內才有10% 所以這個全部自帶5% 到後期是真的真的很扯的一個資源量 好 這邊繼續攻城 不列電並沒有大規模的反擊 這裡也沒有轉出巨籌 第一時間點下戰狼 再來我們看 HERA或是VIPER 他們在玩不列電的時候 遇到對面帝王時代很早下手 一上帝王 連三級色化學都不點 點的東西是直接點戰狼的 但是這把不列電的明顯是有點 算是經驗不夠嗎 沒有先第一次點戰狼 而是先去把三級工兵鎧甲也點了起來 所以這個遊戲經驗真的比較重要 如果他第一次點戰狼的話 羅馬人的工程就不會這麼的順利喔 好 也說不定 好 這邊講完就點了 突然發現沒有戰狼真的不行 對 你沒有戰狼是真的沒有辦法打得贏 這種3TC速帝王 強推路線的 除非你轉什麼奇兵之類的 但是你絕對不會強轉 就你越轉越虧而已 那這邊不列電人最好就是要趕快把巨頭數量給拉起來 然後開始慢慢轉重裝長槍兵 甚至級兵的升級路線喔 這樣你才可以確保你的巨型投擲機 可以守得住騎士的衝鋒喔 不然你只有長攻兵的話 還是有點難抵得住 這邊騎士衝過來直接手撕巨頭 好 這邊巨型投擲機開始有壓制能力了 反推回去 但是不列電很尷尬的是還沒有提升 槍兵路線 這邊是很專心在產巨頭沒錯 但這個timing點來說 這邊要開始轉均營 還有槍兵升級才對 可以看到這邊肉量有點爆炸囉 好 那現在羅馬人資源量已經領先了一萬二 48.8K對他37.0K 這個資源量有點扯 好 羅馬人這邊點下了野戰軍 帶回重裝騎士很快 羅馬人果不其然轉出了大衝車的升級 直接要點進去了 那如果這裡有槍兵的話還可以稍微擋下衝車 但沒有槍兵的話這邊巨頭要繞幹囉 你再不繞幹就要被衝車給頂歪了 好 左邊的巨型投擲機拆到了一台 兩隻騎士上去直接手刃 巨型投擲機 衝車直接以長驅直路頂到巨型投擲機 再統一發三台巨頭直接倒光 倒掉了 布列典這邊長攻努力輸出 但是所有的傷害全部打在了衝車身上 後面則是有少量的騎士 在後面繼續做一個多線騷擾 布列典這一波可能會一波被帶走 羅馬人T90直接打出了經濟型拿法 用資源準備帶走 布列典大衝車也直接頂掉了城堡 左邊兩台巨型投擲機 能夠拆得掉嗎 喔 就這台巨頭又拿下了一台 好 戰毛兵現在數量是來到了13隻 好這邊繼續丟 再換一下 再頂一下巨頭 巨頭全拿下 戰毛兵打 床子 這個T90有點失誤 這個要是全部傷害都打到長攻上的話 傷害會更好 ok 這波T90應該是10拿9穩了 布列典也受不了轉出了戰毛兵 這個不是走槍兵 而是走戰毛 後面還想要補馬就 這個補馬就明顯是要用肉馬或是騎士反擊 這個戰毛兵用的 但是如果自己轉出戰毛的話 那轉型可能會更快一點 可能還用不到肉馬 那現在最大問題是 沒有辦法穩住自己的墓區喔 墓區的部分一直被騷擾掉 要到往外去伐木才行 但是現在往外伐木的話 T90已經把野外的地區給控制住了 現在家裡安全的墓區就只有這一塊 那左邊這一塊墓區的話 也需要插寶才可以防守住 ok這裡還有一根城堡可以擋一下 好這個是布列典比較安全的墓區 這時候布列典突然想起來 啊自己該升槍兵了 人家是走馬呢 但還好羅馬人並沒有大洛馬 所以不用擔心他的洛馬狂燒了 但是三攻三防的洛馬 打村民也是只需要四刀而已 好這一波T90 再次把對手的戰毛兵給逼退 戰毛兵在後面做防守 但是遇不到任何人 右邊反而再繼續控城堡 羅馬人現在經濟直接被控死了 好點下了重裝長槍兵跟護衛技術 那以支援量來說 這是越拉越大 支援金落後兩萬支援 不列典怎麼看 都要被衝車一波帶走了 羅馬這個打法很標準也很好用 大衝車 配上重裝騎士 漏馬 還有戰毛兵 好伏列典現在點下了騎兵 跟動技術跟漏馬 好這邊是為了要防這邊衝車的傷害 但是這邊轉槍兵會更好 不冤他的馬呢 伏列典的馬是打不過這些輕騎兵的 用槍兵的話兩個都能守 雖然打衝車傷害會比較差一點 還有這個機動上的問題 但走槍兵路線是比較穩定的一個開局路線 好現在羅馬人點下了銀罐多重弩 再來是想要走個弩炮路線 稍微串燒打打看 畢竟不列典有大槍兵 自己要反擊的話 除了軍團兵之外 還有弩炮可以考慮使用的 好重心弩炮點下 現在弩炮路線 已經確定了 一定會出 好雷電大槍兵還有十秒鐘 但是後面的城鎮中心已經被拆掉 槍兵沒有提升攻擊力 打衝車要打非常非常久啊 好又有更多的肉馬溜了進來 雷電春樹只剩下86村 不能再多 這樣來到了 差了兩萬二的資源 羅馬人繼續壓盡 這邊開始轉弩炮了 衝車開始繼續往前頂 但不列典直接打出了局局 我們恭喜T90拿下比賽勝利 好這次是這次改版喔 所打的第一場比賽吧 還是第幾場有點忘記了 T90的部分 那T90這邊打得非常的穩著 是一個很正常的開局 資源經濟全部都贏 全部都贏 並沒有太花俏的打法 但是很穩定喔 那如果你喜歡玩羅馬 這個額外的DLC文明的話 可以參考一下這把T90的表現喔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